游雪芳 不好意思 我對交通局所提出來的規劃有質疑 我不反對廣池的開發 可是開發的要合理 符合附近居民的需求 交通局所提出來的道路 第一 福德街八十四項大道路 根本都沒有擴寬 在沒有擴寬的情形之下 路邊又要臨停 又要停車 車流量上次他剛剛說過 他有預估車流量有多少 你要考慮一下 這個是白天的車流量 加上這邊住宅區有1562戶 1戶我們就設定1.5的機車好了吧 最少有2000輛以上 我們住在附近停機車都相當的困難 你到現在都沒有規劃 我們將來機車如何停 第二個 這個地方以後會有中繼住宅 有復健門診 接下來有區公所辦事的 他們來的車輛有多少 尤其這些來復健的有富康巴士 富康巴士停下來等病人沿途上 佔了多少的地方 有沒有考慮過 好 再來我非常地贊成 有一位李李所說的話 他說你要規劃一個地方 先把道路規劃好 大道路到林口街 再出去那一段呢 前面很大 接下來出去呢 有出口嗎 不是在那邊毒死嗎 八十四項這邊你可以再怎麼破 退縮 你出去那邊沒有退 那道路是不是又堵死了 再來前面的福德街 往裡面的南港國宅 那條路有拓寬嗎 這邊車輛那麼多 是不是都在這裡打轉呢 是不是都在這裡打轉呢 所以在道路的規劃 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再來我也贊成 在統一規劃電信局 電系列 水 電 全部要統一規劃 不要一個道路挖了又挖 那你乾脆裝的拉鍊算了 要用的把它拉開 修理好再把它拉起來 是不是 代表居民非常的不方便 我不反對開發 可是要合理 符合居民需要的開發 尤其交通方面 我希望要慎重 停車位只有講到車子 沒有考慮到機車 這是非常重要的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太貴心太理長 下一位是孫景浩 孫先生 謝謝 各位 各位鄉親 那個 剛才區長說 有沒有買不條 我今天沒有買 各位可以放心 那個 各位長官 還有那個曾教授 各位長官 謝謝 因為今天這麼多人 來聽我們大家不同的聲音 這個是一個民主的表現 我們這一年半來 一直訴求的公宅典辦 跟那個保留公園 經過一年半以來 各位鄉親的支持 還有議員們在總質詢 那不發局也回應了 從八月三號我們強烈訴求以後 又做了三次的修正 各位報告 我們大人裡做事都是官民聯絡 我們的討論都是在公開的場合 他們從0.5公頃的開放空間到現在1.66 這一點是要肯定不發局的 可是大家有這麼多的疑慮 就是都市計畫公園用地 已經變得特地專用區了 所以被人局長一直的說要劃壓 我們換個講法 就是一個具體的承諾 將來他也是有1.66公頃的這個公園立地 是不是局長我們就定個名稱 叫做廣市公園 來紀念來這個有意識上 有這個延續性 這是一個 另外局長也一直在做承諾 就是說實質內容 他在故事計畫準則裡面 已經有一定會做到公園 我們希望有像溜滑梯 或者是運動器材 老人家可以在那邊下棋 那行動不變的人 他也可以來這邊來使用 也希望局長是說 年輕人的基督正義 也要顧慮到當地的基督正義 另外社會也是非常重要的 社會局長也來這邊 我希望他們把社會 就做到全國的一個示範 能夠對地方在日照托因 親子 長照 長葬的部分 能夠有一個決心做到一個示範 這個是我們希望